义乌商冒陈在中国乃至世界小商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吸引着国内外的商贩前来采购 如今已经陷入了极度空旷 人流量急剧下降 昔日的繁华和盛景也成为过往云烟 令人倍感惋惜 这里曾经也是义乌非常热闹的一个市场 如今却冷清到这般模样 十来条街的店铺剩下寥寥无几 也转型过很多次 每次都是以失败而收场 衰退之后想重回繁荣并不容易 如今的义乌就像一座空城 所有门店关门 路上见不到一个人 冷冷清清 比沙漠还荒凉 有网友感叹 时代不会因为你的破产悲伤而停止前进 他们只能顺应他的变迁 曾经沉浸在成功和欢乐之中 现在一切都已经崩塌了 最熟悉的人已经疏远 最熟悉的景象也已经消失 唯一留下是残破不堪的景象和遗憾 在变化之下 很多人的生意和事业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虚无 熟悉的招牌一个个消失 也反映了一座座城市的沧桑 留下的只有回忆 曾经熟悉的一切已经无法再回首 因为无法挽回 昨天晚上我刷到一个视频 说我们实体店倒闭率达到了90% 还我一晚上都没有谁好讲 也不知道经济萧条是不是整的 今天就来滚纳堂转一转 这是我以前开店的地方 好像现在也看不到傻眼 你看每家店都是冷冷清清 这种情况六点都不敢一个人上进 像以前这条街是非常有烟火气息的 非常热闹 你看现在这个饭点几乎是没有什么人 所以现在有很多店面 招租的招租 转让的转让 关门的关门 业务现在都这情况 我刚刚路过商场的时候 发现商场里也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估计2023年 不是餐饮最难的时候 未来几年会更难 中共对民众的监控 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无所不在 无论你是手机也好 你是电脑也好 还是你家里安装的摄像头 只要你在网络上利用网络 你就会有可能被监控 如今出租车 网约车上都不能随便讲话 有的司机甚至贴上提示 提示乘客只能讲共产党号 其他啥也别讲 这位男子讲述 他在网约车上见到的一幕 令人不寒而栗 给大家说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今天我坐这个滴滴车 我跟这个滴滴司机聊收入 这个司机就在那边抱怨 说哎呀 你看我这一天啊 开个十几个小时 已经挣不了多少钱 一个月下来就四五千块钱 这个司机正说到这块的时候 突然他的手机弹出了一个界面 弹窗这个弹窗让他不要聊这些话题 这个司机啊 就给我打了一个手势 就说嘘嘘嘘嘘 不能说了不能说了 再说还要弹窗的 这啥概念啊 我当时我惊了 因为我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跟司机师傅 在车里面聊收入情况 聊他的工作竟然会弹窗 我知道每次打上车之后 都会有一个声音说 录音录像功能已经开启 请乘客确保您的什么什么安全 这个没问题 预防一些违法的事件发生嘛 是吧 有证据嘛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俩谈话的过程中 你弹窗出来这是干嘛 这叫对什么的侵犯 这直接就是把他的 把他这个公司就把他的触角 就相当于伸到了这个 这个员工的身边了 我提醒大家 以后就是你坐车 你就最好做一个哑巴 你啥都不用说 因为他能弹出这个东西来 那么他能不能弹出其他的东西来 甚至他在弹出这个东西的同时 是不是已经记录了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是对 无论是对乘客还是对司机 都是极大的侵犯 闻所未闻 更离谱的是 政府食堂饭菜成为国家机密 曝光者被捕 网络热传的一段视频 这位感言男子 针对曝光者被捕一事非常分开 他说互联网上爆出 上海黄浦区政府机关 食堂饭菜价格表的人士 应被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捕 有意思的就在于 公务人员吃什么饭菜是什么价格 竟然成了国家机密 实在是化天下之大计 如果连公务人员 在政府机关食堂吃的饭菜价格 都成了国家机密 敢问公务员还有什么不是机密 将来会不会弄到他们连开什么车 穿什么衣服 喝什么饮料 别人都不能议论 会不会连他们的一举一动 包括拉屎撒尿都成了国家机密 好可怕呀 将他们在单位吃的饭菜价格表 广而告知就成了违法犯罪 这是亘古未闻的天下奇闻 政府机关的每一分钱 难道不是纳税人供给的吗 既然是纳税人供给 为何纳税人没有知情权 政府机关饭菜价格就成了国家机密 你依据何在 还是来看看 黄浦区政府机关食堂的饭菜价格吧 何等的优惠 公保鸡丁三元一份 腊肉米三元 咸菜肉米一块五 双菇肉片两块 卤蛋七毛 面馄饨小馄饨一块二 面条三毛等等等等 合着你们这是 关起门来吃大锅饭 这只是黄浦区一个食堂 全国各地这只是冰山一角 如今经济低迷不景气 年轻人压力大 不愿意生孩子 就业压力大 一屁股外债 80%的人平均负债14万 你们工资这么好 待遇这么高 背着老百姓吃你的大锅饭 吃得下去吗 真的是一帮好领导 能不能在大街上多开几家这种食堂 我们全家一天三顿都去吃 如果大街上有了这种食堂 我们就有钱买房买车旅游 找小三消费 世世代代跟你们走 甚至目前的现状 我跟大家说完之后 真的肯定会吓一大跳的 口罩时代虽说已经过去了 但据说今年有几百万的人 陆续涌到了深圳 你现在这个深圳地铁 真的挤得非常厉害 人才市场真的被人家求职者挤爆了 很多人误以为这就是繁荣 但是实际上 现在基本都是大厂裁员 小公司倒闭 房子租不出去 而且宾馆里会住着很多 找不到工作的人 说真的 2023年的深圳 现在已经不是前几年的深圳了 经济高速发展期那会儿 你从这个五六千的小助理 几年跳槽一万多 其实很容易的 但是现在时代变昂 金飞锡笔了 据我了解到现在大多数的公司 基本都是在裁员 不敢扩张 曾经你想拼一拼拿高薪的 这种光景真的已经没有了 你现在连滴滴司机啊 跑外卖的这个小哥都不好做 真正的新房也卖不动 二手房市场也不容乐观 因为啥 因为人家真正的有钱人 都把这个钱存在这个银行 人家不消费了 而真正想消费人 现在又没钱 现在市场的内卷情况 真的我觉得太严重了 就像我这个同事的亲戚 在深圳城包大楼 改造为这个写字楼出租 地点位置也非常优越 在这个南连的地铁站旁边 但是他告诉我说 今年租金已经多次下调 而且呢 只租出去了不到六成啊 据说现在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以后每年啊 我觉得只会更加的难 你想往上走 对吧 这个卡学历卡经验 而且你能够接受往后的三五年 一直拿着五六千块钱的薪资吗 2023年深圳现在很多有经验 高学历的失业人员 人家都找不到工作 大部分小公司对吧 比如说单修 只交五险不交易金 招聘六七千块钱的小财务 人家张口就问你考了CPA没 小做坊式的公司 一般人家领导只会CPU 你不懂管理长期打压 积攒怨气 咱只会得乳腺节节啊 目前劳务派遣要求全日制本科企 大厂外包一堆985211人家 抢着干 五六千块钱的工资 你只能够租这个偏远地方 一两千的这种城中村 天天通勤挤地铁 如果没对象 没朋友的话 你真的会非常的孤独的 而且深圳是出了名的女多男少 你想找一个称亲合一的对象 真的很难 看现在大厂很多内部的这个论坛的 相亲帖 清一色的基本都是女生发帖 基本没有男生发帖 而且非常多职业优秀 学历优秀 家境小康的小姐姐 人家就只想找一个程序员的小哥哥 而且无论工作和恋爱 竞争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咱说句不好听的 职场和婚恋市场 你拿什么去跟这些人去比拼呢 你能想象的到吗 一线城市深圳居然出现了零客户楼盘 位于深圳伦华的卓越百亿府 近日发布声明称 项目的销售方案于2023年11月5号 在爱深圳APP上共识 根据销售方案 11月5号的9点到11月6号的18点 为意向登记阶段 截止到11月8号的9点 不管是线上的爱深圳APP 还是线下的营销中心 都没有意向客户登记 因此取消原定于11月8号的公正摇号程序 深圳卓越百亿府 此次推出了121套房源 均价是7万多每平方米 互相是109平米到126平米 本应是深圳比较市销的面积段产品 不要说深圳以前经常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抢一套房的盛况 现在连一个意向客户都没有 直接冷到零 还是挺出乎意料的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市场还是冷 冷若冰霜 据了解这个项目不仅打折 并且动用了大量的中介代客 11月4号 它的佣金已经涨到了9个点 也就是说中介代客成交一套房 就可以拿到40多万的佣金 如果不是因为房子不好卖 哪个开发商愿意给中介9个点的销售佣金呢 这个销售成本也太高了 深圳零客户登记的现象 在全国呢 也不算首例 今年10月份 上海的郊区盘也出现了零认购的现象 必要是以前呀 如果意向登记的客户比较少 开发商怎么也会组织一些人 凑凑人数 暖暖场 躁躁市 但是现在开发商也顾及不了面子了 估计开发商的心也冷若冰霜了 苏州新区又上热搜了 上海陆家嘴集团在新区被坑了一百好几十个亿 而且这回不仅是开发商的雷 买了许冠露家嘴这个盘的业主们 更惨 几百万买的房子 后面可能几十万都卖不出去了 起因是上海陆家嘴集团 从苏州苏冈集团手上买了一块地 花了整整85个亿 结果这块地它是独地 因为这块地原本是工业用地 所以土地有污染 但是苏冈信誓旦旦说 土地污染问题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没有问题 苏州环境研究所还给一个第三方报告 土地合格证 于是陆家嘴集团就买了这块地 住宅幼儿园商业全部盖起来了 然后雷来了 验收的时候出问题了 检测机构检测出幼儿园刺癌物质超标五十多倍 陆家嘴顺时傻眼 就把土地给挖出来检测 结果发现整块地没有一个地方是合格的 污染全部严重超标 如果想要解决污染问题 就要把盖好的房子幼儿园全部给拆了 然后再把下面十几米深的土 全部给挖出来运走 再另外买土买回去 重新建房子 这谁受得了呀 陆家嘴就把苏冈和相关单位 全部告上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这个是对陆家嘴来说是个雷 但是更大的雷 却是工地上施工了三四年的工友们 在独地上熏了三四年时间 他们的生命健康损失 谁来负责 已经买了房的业主们 怎么办 房子几百万买来的 后面几十万都卖不出去 这个房子住进去可是要命的事 大陆经济萧条 失业者遍地开花 有民众以乞讨为生 视频显示一名老年男子 手拿一个二维码乞讨 不少网友调侃乞讨专业化 乞讨都非常跟随潮流 谢谢 谢谢 8块8毛8 谢谢 祝你一路发 好好好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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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次光临 癌症是前天确诊的 全疗是昨天被导师踢掉的 实验室是今天拆的 消防检查是早已安排好的 都说读书改变命运 读医还真改变了命运 实验室负责人的信息摘除了 但是患癌同学的肿瘤 却没办法摘除肝尖 网友爆料 中山二院某教授的学生集体 患上罕见性癌症 随后该院发布辟谣称 乳腺肿瘤中心 过去十几年培养的 二百多名学生里 只有三人一起在今年确诊癌症 虽然三位年纪轻轻的博士生命 就此进入倒计时 但中山二院还有五十四岁的壮年院士 四十岁的年轻杰轻 和高中就发三篇萨的天才儿子 继续垄断广东肿瘤学界 三千个人 五十八岁的词 土阳 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